成龙的私生女吴卓琳,因去年跟母亲吴起立关系老张在美团聚,今年更被网友发现她跟外级女友NDay在加拿大过着落魄的生活,吴卓琳还在女友的陪同下录制向成龙的求助视频,并首次承认自己是成龙的女儿。 而在今年8月,又有加拿大网友爆料吴卓琳,以穷困潦倒,到跟女友时荒度日。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,呼吁成龙吴起立时援手,别让年仅19岁的小龙女在外受苦受累。 月前,有消息透露吴卓琳跟女友NDay的近况,发生发现腹地的好转,不仅在社交平台互秀恩爱,还有了钱在加拿大注册,那摄影公司当前老板。 吴卓琳新开公司收费地连目的,也是卫星公司拓展业务,而且恩爱的社交平台账号的情感状态一览,也显示已与吴卓琳订婚,二人这是铁了心,要在加拿大发展共筑二人世界。 此外,吴起立的好友也香港没透露,趁吴起立的这女儿要嫁人后,感到十分开心。 据悉,吴卓琳的女友NDay是加拿大国籍,两人成婚后吴卓琳就可以顺理承担加入加拿大国籍。 不过,今天下午有港媒向吴起立求证小龙女订婚仪式,得到的回应却是大家说得开心就好。 我没有回应,更不愿多谈过于女儿订婚的问题,言下之意吴起立并不同意女儿吴卓琳嫁给外籍女友。 至于反对原因,吴卓琳也并没有提及,而翻看吴卓琳现在的社交账号名字,或许能从中找到吴起立,反对女儿嫁Andy的原因了。 原来,吴卓琳早前的社交平台账号名称叫That Wu,WU代表了吴卓琳的姓氏,但现在更新了个人姐姐后,账号名称却改成了ThatVan,直接把姓氏都改了。 吴卓琳出生后就是吴起立一手把她养大,连姓氏也都跟自己姓,没让她跟着成龙姓。 如今吴卓琳为讨好女友连姓氏都改了,相信也是这最后的底线。 吴卓琳对女儿彻底失望,更不怨念对女儿会选择嫁给一个同性女子。